接着来看到林宝鼠花莲分鼠 推广国产牧竹材料 结合艺术家范成宗设计打造 竹巢台湾野猪的装置艺术作品 14号下午正式启用 不仅增添园区的特色据点 也作为森林疗愈基地 主办单位也配合开幕活动 进行森林派对音乐会 森林疗愈体验 以及森林产物饗宴 吸引尽签名参与这场特别的森林派对 金曲歌王马永恩音唱鼓调 带领马远单摄布农族人 以布农族鼓调歌谣祝福 而泰巴朗部落阿勒勒戴德罗欧 则是端上部落餐桌料理美食 与大家分享森林产物饗宴 这是林宝鼠 花莲分鼠 竹潮漆 台湾野猪装置艺术作品的开幕派对现场 除了上帝赐给的美好的宫底以外 还有我们很多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本 精神为之一正 呼吸到这边的新鲜的空气是甜的 我们观望慢慢有成至少我们赏银 我们因为火床蛮有缘的 今天看到这风景 其实花莲其实真的很漂亮 在今年花莲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对整个观光的游戏人口 就变得真的变得非常的少 就以如我平生来说 今年的暑假大概只有平常的两成左右 那我们希望说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我们要告诉国人或告诉大家知道 其实在花莲还是有很多地方 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美丽 那么值得大家来这里游玩 林宝鼠花莲分鼠采用国产木产材料 由艺术家范成宗设计打造 以向自然界动物建筑师学习竹槽为创作精神 嫁接人们与生物之间共生关系 以及地方特有文化视角 制作这个竹槽期台湾野猪地景装置艺术品 增添园区特色据点 以及作为森林疗愈基地 并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与理念 未来应用就是希望它能够多元利用 一个它就变成一个艺术装置 那第二个是它里面其实我们做了 可以容纳大概20人到30人的这个环境 那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最夯的就是森林疗愈 所以森林疗愈森林可以疗愈大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容纳这些人 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我们森林 所开发出来的这些各种疗愈课程 那即使说吉鼓或者是冥想 甚至我们说推播 甚至今天我们做的这些相关的音乐事集 我们希望这样的多元利用 能够在大容大富的这个地方 能够增加这个设施 然后让大家能够多来利用 以打包森林竹筹派对为主题的启用仪式 结合了马远部落以及台巴朗部落森林限定派对 进行包括了森林派对音乐会 森林疗愈体验以及森林产物饗宴三大部分 呼应了对永续环保以及森林律望的关注 融合了森林产物与多元族群文化 将森林的魅力与永续理念传递给大众 期盼民众能以自身的行为重视并体验这些价值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